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12月14日 星期三 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 我是林欣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2日 乌克兰军队破坏 诸俄军占领的梅利托波尔附近的一座重要桥梁 预计将影响俄军补给线 13日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宣称 如果基附表现出政治意愿 战争明天就可以结束 科索玉和塞尔维亚冲突加剧 两地半年一次的冲突 频繁被俄国媒体称为 科索玉在玩火 两地冲突也成为欧洲下一场战争的忧患 下面来看报道 据网传影片显示 位于莫洛奇立河上的桥梁 两个支架在攻击中受损 桥框部分因为爆炸而倒塌 无法载用于军事交通 两日前 乌军用海曼斯火箭攻击该市度假中心的俄军军营 造成重大破坏 据《衛报》报道 顾问阿里斯托维奇曾说 如果俄军失守梅利托波尔通往克尔松的整条防线 就会崩溃 烏军将直通克里米亚 13日 佩斯科夫在媒体采访中声称 护克兰必须接受所谓的新现实 承认俄军已经佔领的领土范围 才愿意展开谈判会议 讨论战争如何结束 而在12日 扎连斯基强调说 侵略者必须离开 莫斯科将回答他们真正想要什么 是与世界进一步对抗 还是最终停止侵略 双方的回应存在巨大的分歧 在双方谈论与谈判相关的话题之制 俄军在24小时内 对乌克兰展开了32场空襲 另一方面 在战场前线推进不力的情况下 普京取消了年终记者招待会 这是最近10年以来的第一次 对此美联社认为 一年一度的新闻发布会 通常会为记者提供4.5小时的时间 向普京提问廣泛的国内和外交政策问题 但今年的局面很特殊 普京可能需要回避一些令人不快的提问 另外 本州科索与北部区域传出巨大冲突信号 一名塞尔维亚前警官被科索与逮捕 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示威 导致科索与塞尔维亚的形势变得高度紧张 引发国际社会对欧洲第二场战争危机的担忧 塞尔维亚总统没有契期承认 该国的局面处境正在变得复杂 呼吁国民不要受到来自科索与的挑衅 保持冷静与和平 不要对欧盟驻科索与欧盟法治特派团 和北约维和部队采取挑衅行为引发危机升级 但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则称 由于科索与的行动和欧盟的不作为 塞尔维亚处于与科索与开战的边缘 地缘问题专家艾米尼警告说 科索与北部地区每半年都会发生一些磨擦 但这一次的升级十分严重 只是在玩火 科索与在2008年宣布独立 并寻求加入欧盟 但目前仍未获得欧盟全部成员国的同意 自俄乌战争以来 塞尔维亚拒绝加入对俄制裁的行列 有俄国分析人士认为 科索与局势正在构成对塞尔维亚施压的局面 法国媒体指出 北京当局似乎要令病毒传播 压补在群体免疫上 可能和习近平被香港特首李家超传染确诊有关 而中共原定15日召开的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不料北京的COVID确诊病例数暴增 这个被受外界密切关注的会议遭到延迟 下面来看报道 法国《世界报》专文指出 中共如此迅速重新开放的原因 一些观察家还认为 不排除习近平11月中旬前往印尼巴黎岛参加G20峰会时看到 世界其他地方都在与病毒共存而有所领悟 甚至或者习近平已经被香港特首李家超感染 习近平在11月18日至19日在泰国曼谷阿泰经济合作会议期间 多次在未戴口罩下与李家超交谈 而李家超在返回香港后检测情阳性 中共现在似乎决心让病毒传播寄望于群体免疫 中共卫健委13日通报当局公布优化防疫措施后 新增感染数字持续减少 依中共官方数据 北京疫情堪称稳定 然而实际情况是 当地疫情大爆发 医疗院所因为涌入太多病患而缺弱停诊 门诊发烧被击爆 连儿童医院也人山人海 医疗体系频林崩溃 北京急救中心已经紧急呼吁 轻症无症状的民众 不要再打120急救热线电话 而中共每年12月初召开 为来年经济政策定调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3日举行 以往该会议结束后一周内 就会召开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以制定完善政策 但北京疫情正在快速蔓延 至于该经济工作会议将改响何时召开 知情人士表示 中共当局现在仍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上海彭博新聞引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前首席科学家曾刚指出 COVID-19疫情风暴来得太快 医护人员被感染的不在少数 为了让医院正常运作 没有症状和轻症的感染医护人员仍需工作 现在就好像打仗一样轻症不下火线 习近平近日 与沙特阿拉伯领袖发布的联合声明 涉及沙角和伊朗岛屿主权争议 引发不少伊朗民众的愤怒 甚至有伊朗报纸投版主张台湾独立合法 下面来看报道 习近平7日至10日 扶沙特阿拉伯参加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 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事后联合声明宣称 应按照国际法规则 和平解决沙国与伊朗 向波斯湾阿布·穆萨大通报及小通报 这三座倒序的主权争议 消息一出 伊朗舆论一面倒 通缉中方为了拉拢沙国扮傻 中方此举等于是否定德克兰始终不接受 与沙国谈判这些倒序主权归属的立场 通缉中国本应是盟友 竟然背叛伊朗 后组有伊朗媒体以 《台湾独立、合法权利》为题 登上头版创中共 推特上也针对此事掀起讨论 不少伊朗网友也拿出台独反击中共 有人就直言 如果中共对本来就属于伊朗的三座倒序有疑问 那么我们也可以对你声称 拥有台湾的想法有质疑 台湾财经网美胡彩萍分享在面书上 调刊道 中国为了拉拢沙污地 现在扮傻 激怒了伊朗 台湾躺着也中掌 台湾网友们也纷纷热议 台湾莫名其妙又被独立立 习大大搞到全世界越来越多台独立 中国的痛楚大家都知道 习总不愧是家畜私 立陶宛政府近期宣布撤销一名商人的国籍 原因是这个人 在迎娶俄罗斯国防部长少伊古的前女友之后 开始做起了和俄国军事有关的生意 下面来看报导 根据立陶宛方面的说法 该局的普通商人卡明·斯·卡斯 在迎娶少伊古前女友叶莲娜之后 在短短不到5年期间 生意变得飞煌腾达 再拥2,000万欧元资产 在这个过程中 她持续从事建设俄军基地的生意 公开咨询显示 在俄军2014年吞併克里米亚之后 叶莲娜拥有一家建筑公司30%的股份 这家企业拿下了数千万欧元价值的俄军材料供应合同 而当时卡明·斯·卡斯 还是一个不起眼的机车百货公司商人 生意不景气 在迎娶叶莲娜之后 卡明·斯·卡斯通过俄军合同获取大量利益 从俄军方面赚取了超过一亿欧元 并投资了多家立陶苑公司 立陶苑政府表示 卡明·斯·卡斯拥有俄国国籍 钱外她还方称 叶莲娜和邵伊古的两个女儿是自己亲生的 并帮助两个女孩娶得了立陶苑国籍 今年夏季 叶莲娜的立陶苑国籍肯遭到政府调查之后取消 而卡明·斯·卡斯本人的国籍 现在亦遭到撤销 根据俄方海关的记录 这一家人已经在8月份出发逃到俄国境内 自2009年以来 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经费后 5日加州努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进行了一项实验 终于产生了3.15兆焦的聚变能量 将为国防进步和清洁能源的未来铺平道路 该实验室使用近200台激缸 将氢原子加热和压缩度超过1.8亿华兆度的温度 压力超过地球大气层的1000亿倍 这些极端条件会产生一种称为电磋体的物质状态 氢原子在其中融合 同样的过程为太阳和其他行星提供动力 加南霍姆说,核融合的突破将载入史册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通过核聚变 在地球上复制太阳近乎无限的能量 现在,投资者正在向实现商业规模的初创公司投入数十亿美元 罗切斯特大学教授激光聚变专家背提 将这一突破给作人类第一次了解到 将石油提煉成汽油 并点燃它会产生爆炸 支持者说,核融合有可能在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实现商业化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包括生产能源 同时,不会像当今的核裂变反应炉那样 造成辐射性的核废料 推进聚变研究需要巨大的资源和努力 一种方法是将轻转化为等离子体 一种带电的气体,然后由巨大的磁铁控制 这种方法正在法国由35个国家 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和一家私营公司的研究人员联合进行探索 去年,该团队宣布 他们在工作所需的重要磁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BBC报道认为,核聚变取得突破的下一步方向是为家庭提供核聚变能源 时政推主INTI认为,就好像现在美国很多家庭用太阳能电池,不再靠电网 未来每个家庭也可以选择在家中安装一个未形核聚变能量 也不是不可能 已经有很多相关的设想和影视作品 影视频组织 影视频 影视频 影视频